歡迎大家來到 來參加今天的哲學星期五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嘉瑜 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先稍微講一兩件事 第一個 今天我們活動時間到九點半 九點半的時候我就會說結束 因為我們通常哲學星期五 在禮拜五半的時候原本活動結束完 我們通常可以再繼續待著 但是今天因為我們志工團裡面 負責鑰匙的那個人 沒有辦法跟我們在一起 他家裡有事 所以我們就得跟樓上咖啡店結束 一起結束 所以十點的時候大家都得走 所以九點半我一定要讓大家結束 所以呢 我會結束的時候呢 當然我會講 然後大家有什麼問題還想談的 有書要簽名幹嘛就趕快 那可以的話也請大家幫我們 收一下椅子這樣 那再來是今天我們的活動 我們一向都有拍攝 但是我們的拍攝都是針對台上 但是今天也有學生要拍紀錄片 那在台上的今天的來賓同意的情況下 我就同意他們拍 但是呢 如果有不願意被拍攝到的朋友 等一下自我介紹的時候 請你稍微講一下 讓拍攝的同學能夠知道 他可以迴避拍你 好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主要來 請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主要來 第一位主要是 歡迎我們的主席 然後呢 謝謝他來的主席 謝謝他來的主席 謝謝他 謝謝他 好 那我想在一開始的時候 先請三位 先稍微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年來 算幾年了 三年四年 不只 看從哪裡開始算 對話的大略的經驗 好不好 那你們誰要先開始 哈囉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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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竹佳安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其實嚴格來說 不算是有什麼 跟某某對話的 的經驗 我原則上 不跟某某直接對話的 我是說 如果 他們來我牆上 貼的那些罐頭留言 不算的話 嚴格上 沒什麼對話 我參與這個公共討論 期望 期望做到的是 我專業是哲學 不是 不是談判 所以 我 我一點都不期望 我直接去說服那些 距離我們 在意識形態上面 最遠的人 我期望做到的是 藉由我對這個議題 抒發的一些意見 可以協助其他人 更加掌握 不管你 跟我的 立場一不一樣 我相信 如果我把這裡 我把論點整理得更好 大概可以幫助你 更加掌握自己的立場 跟理由 這個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 雖然我的立場 是傾向於支持 同性婚姻 但是我覺得 我在這個公共討論上面的著力 終究還是以 我的願景還是以 社會教育為主要目的 而不是倡議 但是我終究希望 我自己想的是說 不管台灣 什麼時候會通過同性婚姻 我相信遲早會通過的啦 就是 你知道 有時候一個政策 什麼時候可以合法化是看 哪些人 你知道 活到一定年紀了 然後 的問題 我相信遲早會通過的 這跟我們這一代發現 你跟上一代 在多元系列上面意識不一樣 你跟上一代 在統獨上面意識不一樣 這個是很自然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 有些同志朋友 我大概沒辦法等那麼久 不過我相信 遲早會合法化 基本想法是這個樣子 好 志杰 大家好 我是辦門的志杰 然後從 什麼時候開始跟我們對話 大概2013年 算是我們 第一次就是 怎麼說 就是法案啊 老實說我們推了很久 從19年寫出來之後 其實不斷的希望喚起社會的注意 但沒有人要注意我們 這樣子 所以 沒有人要跟我們對話 只有我們拼命的去 學校啊 社群啊 拼命的找大家對話這樣子 然後當時某某也看不見在哪裡 對 然後一直到 2013年 法案終於正式的送到立法院之後 某某也就突然 就是蜂擁而出這樣子 那當時的盛況就是 當我們非常 當我們辦公室只有兩個人 那現在當然也是只有兩三個人 對 然後那個信件就是 雪片般的飛來的程度 是非常可觀的 一天 一天從E-mail啦 然後FB訊息啦 然後FB訊息啦 等等進來的信件 幾乎真的就是 一天至少二三十封以上 然後短的長的 然後各種詛咒的 地獄圖的 都會有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 我們試著想要 跟這一些 就當然來的人 不一定都是某某啊 大部分的人是 焦慮的群眾 就是大家搞不清楚 到底我們的法案寫什麼 然後某某說什麼 大家非常恐慌 所以就通通都來問問題 對 所以我們其實試著想要 沒有辦法用信件的方式 跟這一些人一一對談 非常困難 尤其法律的事情 又特別的複雜 然後牽引法動全身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怎麼樣可以跟這一些 非常焦躁的 大家好好的說呢 我們當然前面 已經準備了非常多的縮帖 但是顯然縮帖 有一點厚重 比方說 要讀完班女制度的QA 就要16頁到18頁 然後我相信 很少人願意把它讀完 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 試著開始開一些討論會 像是 就是你問我答這種討論會 然後每週開一次 然後希望想要了解的人都來 可是其實要告訴大家 是這討論會 其實是非常失敗的 我們的信件 每天來二三十封 每一封信 我們都誠摯的邀請大家來討論 我們這樣子的誠摯的邀請 至少發出了三四百封信 但是真正願意到我們辦公室來 我們真的開了一個時段 然後你問我答 沒有人要來 我可以問一下 這個是發生在2013年 2013年的1130之前還之後 之後 之後 OK 之前我們沒有碰做這件事情 之後 他們動員完之後 我們就想說 好12月 我們就來每週來開 你問我答 開了大概四次之後 我們就放棄了 因為到第四次已經沒有人要來了 我覺得這是一件蠻殘酷的事情 就是關於溝通 那倒是也是第一次我開始覺得 也許我們的社會對於溝通這件事情想的 是太不願意花力氣跟成本 即便是我們正方的人 大家都希望他快速的提問 然後立刻得到答案 而不願意真的理解 這整件事情到底在發生什麼事情 也不願意理解 到底多元成家法案到底長什麼樣 他們沒有人願意花時間理解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第一次受到蠻大的挫折 那好 所以講到跟某某對話 對我來說 我想跟佳安有 有一點類似 就是那個網路上面 那個複製貼上複製貼上複製貼上的事情 真的太多了 我相信大家也都跟這些罐頭訊息對話過這樣子 所以我相信那些都叫做對話之不可能 因為那些人沒有打算跟我們對話 所以我覺得對我而言 罐頭訊息是 我覺得是沒有機會對話的 然後FB介面 老實說也不是一個對話很好的場合 所以有時候複雜的事情 在FB對話的經驗就是永遠都會歪掉 歪樓不知道歪掉哪裡去 所以放棄我們也不願意這樣子 然後第三種我覺得還有一種對話 是不斷的每一次只要反方開始激動起來 就我們的一定會有人來問我們說怎麼辦 你們可不可以生一點東西出來 你們可不可以生個懶人包 你們可不可以怎樣 然後教我們跟大家對話 我覺得真的好困難 因為好多訊息不是一個懶人包可以處理的 對然後還有在尤其是在某一種場合 我認為那更加沒有助於對話 我得說其實是政治角力的場合 比方說公聽會 這就不是一個對話的場合 對我而言那叫做一個表演的場合 正方與反方在那裡表演給群眾看 表演給立委看 而不是真的要對話 而我認為在那個場合也不要想對話 我們想的是怎麼樣用我們的言論 用說理用情來取得更多人的認同 對所以我覺得也許我們必須要分好幾個層次 是人跟人之間的對話 還是某一些場合其實是需要拼角力的 需要表演的 還是哪一種對話 也許我們分清楚才有辦法對話 那我得說我最後要說一個我覺得非常 我人生中有一個非常重要 我後來覺得真的有可能對話的經驗 其實是跟一群基督徒對話 那個對話之所以能夠發生 而且非常有效 其實是前面有一個 其實是反對修民法的基督徒 他非常認真但他非常理性 他非常認真他希望可以促成 某一種理性溝通的可能性 所以他找了一些基督徒 所有還願意溝通的基督徒 然後開始做每個禮拜做聚會 每個月做聚會 然後先讓同志跟他們分享生命經驗 然後也找了當時的信望盟跟大家分享經驗 然後讓大家聽取兩邊的經驗 之後讓大家準備好 之後才請我去講多元成家三法 所以我去的時候 這群人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準備好在溝通的狀態的一群人 所以我們大概那天本來說好 我們花一個小時來講我們的草案 結果那天欲罷不能 我從兩點去他們十點才放我走 因為大家都非常想要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因為那是在一個足夠信賴 而且並沒有火花 沒有擦槍走火的狀況 我們誠誠懇懇的把我們的各自的顧慮講出來 之後其實我們後來最後終結在一個點 我們彼此都同意的點 就是我們對同性戀的看法不同 我們最後彼此都同意 他們認為同性戀是不好的 而我認為同性戀是非常好的 於是在這個點上面 我們生出來的各種的體溫跟焦慮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溝通到了這個點 大家就釋懷了 各自放下 然後就各自歸位 但是我覺得至少我們不要再有一些不實的訊息傳出來 所以跟這些基督徒雖然我知道他反對 我知道他反對 對我來說他大對我的基本認全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跟這些人比較像個人一樣 好好的說話這樣子 身為在上一次我們辦一樣的主題 但那一次是找基督徒來講的時候的主持人 我想問一下 他是在哪個學校辦的 不是學校 所以他是在教會裡面辦的 但是他沒有公開對不對 那是一個私人的聚會 那是私人的聚會 而且教派不同 長老教派 他們是跨教派 凌恩教派 所有願意的人 只要是基督徒 都可以進到那個group 而且是支持著反對的 同志 非同志 通通可以 只要你願意對話 你都可以進到那個群組裡面 好 這是去年發生 前年發生 這個是在可能是2014或2015吧 2014或2015 所以也是蠻好一陣子 好一陣子 好 謝謝 那天慶 大家好 我是潘天慶律師 然後大家可能如果前一陣子 有看那個視線的實況 有沒有看到我坐在裡面 這樣子 那剛因為老闆有講到說 可能要等某一些人 就是年紀到了 可能就自然的人 之類的 大家知道因為5月24號嘛 所以我是希望不要等那麼久 那希望那天可以有好的結果 那可是跟我們溝通的這一塊的話 當然我的經驗可能 是比不上他們兩位啦 可是我 我的家人其實都是天主教徒 我的家人 包含我的堂兄弟姐妹們 還有我的叔伯 叔叔伯伯 阿姨這些 而且他們都是從小就是 就受洗 就是小孩子生下來 我不知道他們習慣 就是小孩子生下來 就是人事不治的時候 就帶去受洗 然後就變成 教友這樣子 毫無就是所謂的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沒有 這個有干涉到宗教自由啦 可是我不曉得 有沒有跟他們講 對 那但是我比較好運 就是 我爸爸因為 他 當時就覺得 應該要讓我長大自己決定 所以 我是我們家少數 就是 不是教友的 但是小的時候 我會去教堂 這樣子 那 跟萌萌的溝通來講的話 其實 我可以講 反正我堂妹也不會來 我堂妹就是萌萌 她也不會看這個 對 那個要剪掉 我們可以剪掉 你可以先盡量講 她應該 她的同溝層裡面 不會傳輸這個東西出來 這樣子 對 那 因為大家知道去年 那個 去年其實重點在於法案 事先是今年的事情 那去年那個法案開始就是 就是 又把這一波帶起來之後 當然我堂妹 她就在她的Facebook上面 就去講了一些 就是 她覺得就是 這個 你們解你等等 我們解我們等等 不要來干涉 我們 一男一女的 民法的結婚這樣子 那我想 我大概看她的一個 幾行話的論述 我會覺得她大概是 比較偏向於專法 那後來我嘗試跟她溝通 去問她說 她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這樣子 那她第一個反應是 貼給我一個就是 好像是 護家蒙 很多年前做的一個影片 那裡面 大概都是一些不實的訊息 那可能我那個時候就 因為我覺得 我同意剛才兩位講的 溝通其實看對象 有一些人她 你會很察覺到說 她其實根本不想要跟你有溝通的過程 那這些 你可以把它跳過去 我覺得就是把它跳過去吧 但是家人 像剛才我好像有聽到 有一位聽眾 就是有講到說 爸爸媽媽是萌萌 是不是 我覺得家人 這樣子的一個存在 或者是你的朋友 其實反而是 你可以慢慢去跟她溝通的對象 因為他們 比較有可能 比起陌生人而言 因為其實我覺得 要說服一個陌生人 已經是很困難的事情了 像我一天到晚 想辦法再說服法官 但是法官都不理我 這樣子 那 那 說服家人 他們會比較願意聽你的話 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 反正我堂妹她也不是很了解結婚的狀況 我認為大部分的人 結婚的時候 都不曉得 結婚的法律在規定什麼事情 都是要離婚的時候才會知道 結婚的法律在規定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 我開始跟她講說 其實她 她身為一個異性戀 她 從她生下來開始 她其實就可以結婚 從她生下來那一刻 她就可以結婚 那他們不會去想說 就是結婚對她們來講 是一個 什麼樣在法律上具有意義的事情 當然在其他的場合之下 會有意義 要舉辦婚禮 要在教堂裡面舉行聖婚 什麼的那些會有意義 那她們不會曉得法律的意義是什麼東西 那我就是跟她講說 就是 其實 你結婚之後 有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的法律規定 好幾條 從民法 什麼親屬篇 開始後面這樣子 那問題是 那些東西到目前為止 對於 同性戀來講是空白的 我這樣給她形容 因為那個法條是她用得到的東西 但對同性戀來講是用不到的東西 所以其實 那一塊 一千零幾條 那些條文 對同性戀來講就好像空白不存在一樣 沒有辦法用 沒有辦法去保障 他們的一些相關的權利這樣子 那我從這樣跟她溝通的過程中 我是試著去用一種就是 就是 不要這邊去跟她碰撞 說什麼 你專法就是歧視什麼這些東西 反而是去告訴她說 其實 他們是 沒有被 就是沒有享有這些權利的那一群人 那些權利對於來說 是一個幾乎是與生俱來的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爭取的東西 那設法去激起她的一些同情性這樣子 那後來 我 我知道在 因為我是跟她在Facebook上面這樣子去討論 那其實在過程中 還有她的其他的教會的朋友也插進來 就是那種死硬派講不通的那一種 還跟我講說什麼 這個八九十歲的老太太老先生也可以結婚 因為會有神跡之類的 這種言論這樣 他真的這樣講 他真的這樣講 他跟我講說神跡是五遠佛界的什麼 就是會發生 然後之類的這種東西 我直接給她跳過 因為你們溝通的對象應該要有個target 就是說 在我那個場合裡面 我的target是我的堂妹 而不是那個人 而不是那個中途插進來的那個 我不曉得她是誰的教友 我覺得說服她也沒有意義 第一我不可能說服她 第二說服她也沒有意義 所以其實我一直把我target focus 在我的堂妹上面 那後來也算是有一些成效 她後來我幫她得到的結論就是她 不贊成但也不反對 就是說她她不會表示意見這樣子 當然她就是如果要修完美法 她不贊成也不反對 總之她就是沒意見 那對我來講 當然她會不會只是敷衍我 這樣跟我講一講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會 就是還是抱著希望 就是說她可能會 就是慢慢的有一些改變 在認識更多的東西上面 那除此之外可能還有一些同學 因為我有一些同學 他們也是就是 是屬於那種很討厭 在網路上出現那種霸凌的言語 就是把人家貼標籤 什麼的這些東西 他們就會覺得那個不是溝通的效果 或是那個不是溝通的目的 或者他們也會覺得說就是 因為我們可能私底下其實 大家也常常覺得萌萌就是反制 就是沒有什麼腦 就是不曉得在想什麼這樣子 把他們也許在心裡面 把他們貶低成就是沒有什麼見識 沒有什麼知識 沒有什麼智商的人這樣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 我覺得這樣子不利於一開始溝通 不利於一開始溝通 可能一開始還是要把他當成一個一般人 那所以其實我對於我那個同學 他雖然他其實是支持同性婚姻 他只是反對說 我們用這種貼標籤的方式來去 來去講那些萌萌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基本上我是跟他分析一些就是目前的狀況 因為萌萌們雖然也許利潤不是那麼好 可是他們的實力其實是很堅強 我講的是政治實力或者是金錢實力這一些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會對現在的婚姻平權運動 對爭取同志的權益都會造成一些傷害這樣子 那我也請他就是說去看一看這樣子的一個 這些人你覺得我們不應該用反制的言語去形容他 可是其實他的一些作為其實是會讓人覺得你是過度的在傷害同志這樣子 那這樣子去跟他溝通 那對啊 所以 這是我們分享的溝通的經驗 當然也沒有很多 只是我會覺得說 其實大概 你的頭目到底是誰 然後 其實你要去關心去在乎去找出說 他到底在意的點是什麼東西 從那個點去激起他的一些直覺 讓他透過直覺來去 因為他的直覺原本是他要反對的 可是其實你要扭轉的是他的直覺 扭轉的是他的直覺 然後讓他去做之後 他自己想要做的思考 我覺得那樣子可能會比較容易一點 OK 佳恩是不是有要回應 聽完潘律師分享他的說法 我也想補充一下 我在網路上面討論的心得 原則上你想要靠網路留言說服別人改變立場 我自己覺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修辭的事而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的那種不可能 至少我活到那麼大還沒碰到過 但是我想說的是 有效溝通不見得是建立在任何一方改變立場上面 有其他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針對有可能達成的指標 比方說某人承認有某個新資訊 是他以前做決定的時候他沒考慮到的 比方說某人承認 他過去賴以做決定的某個理由 我聽過你的說法之後 我承認那個理由其實不成立 我當然不太可能因為 僅僅因為某個理由不成立 我就180度轉我的立場 對不太可能 但是這個是一步 我覺得關於這種 可能對我來說不是 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說 婚姻是跟他的人生終極價值綁在一起的一個東西 那對於這種人來說 你要他改變他對婚姻的看法 in a sense 你是要他否定自己過去信奉的非常重要的價值 他不太可能在你面前做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讓他承認說 我過去想這個價值的時候 某些論點現在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他可能回去會自己繼續想這件事情 在你不知道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網路 我依然期望它是很重要的 而且在民主社會大家互相溝通的工具 雖然我們目前在網路上面 在臉書上面我們都表現得蠻爛的 但是你想想看民主的溝通一般 應該就是成本非常高的東西 如果我們沒有網路 我們要每個人一對一溝通 我們要耗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最好趕快研發出 可以善用網路的溝通方法 而我剛剛跟大家建議的就是 在工作的時候呢 不要把目標放在我們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上面 設立一些階段性的目標 比方說我今天有一個 關於國外同性婚姻的新的數據 我今天就把目標放在 我把這個數據講到 讓反對的人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這樣就好了 剩下的可能明天繼續講 可能明天他回去自己繼續想 我覺得踏出一小步 後面就變成都是可能的事情 好 謝謝 那其實今天的活動 本來有安排一個 從前面到後面討論的一些題目 但是剛剛幾位的分享 已經都碰觸到後面的一些題目了 所以呢 我覺得 我就直接先接著佳安的 剛剛提的有關於 因為其實佳安你似乎是想在說 你似乎是覺得在這件事情上 而且跟剛剛之節的經驗也有關 就是事實上有些東西就是信仰 就是他相信是這樣 而那個可能不是理性討論 就除非強迫他改宗 那佳安好像又覺得 改宗不是透過這種討論能夠造成的 可能要奇蹟啊 天啟啊 是不是 那所以在整個這個 這幾年的這個議題的爭論裡面 那佳安剛剛提到了有關婚姻這件事 那你們可不可以針對 我想當然包含 律師這邊也一起 就從法律的角度 那佳安可能從這個角度講一下 因為事實上 就是有人覺得婚姻本身有一個價值嘛 那他有一個特定的內涵 這個內涵是不可挑戰的 而同志可能就不適合這個內涵 所以他要把它排除出去 那你們對這種看法的回應是什麼 婚姻的定義 對不對 這個就是哲學問題啊 各位 婚姻的定義是什麼 討論定義蠻困難的 但是我們其實有些線索可以摸 比方說 不管你 不管你自己 覺不覺得自己這輩子會結婚 你都不能否認 對於現代人來說 結婚是 是實現理想人生的一個常見選項 對不對 不見得你願意選啦 但是 別人選了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對吧 就是說 他如果說 好 我要念哲學系 你可能覺得很奇怪 但是 他說好 我要結婚 你可能覺得還好 婚姻是實現人生的常見選項 我覺得實現理想人生是重要的事情 那我自己的想法裡面 一個好的社會 是可以提供每個人 盡可能平等的機會 去實現他想要的理想人生 只要你的理想人生 不要太扯就好 你知道嗎 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一個 我總是可以霸領我身邊的人的人生 這個社會大概 正義的社會不應該讓你過 對不對 我的理想人生我刻畫好 然後大家檢驗一下 嗯 你的人生呢 你實現之後不會佔別人便宜 好 那就應該給你過了 對不對 所以有個想法是 如果你把婚姻當成是實現理想人生的常見選項 那這個選項應該要盡可能讓最多的人都可以用 這個是其中一種想法 但反面的想法是說 沒錯 婚姻是實現人生的理想 理想選項 而且 站在 站在反方的立場 他們大概希望 異性戀全部都去結婚 對不對 就是反對同性婚姻的人 在某種意義上 是因為他們對婚姻有一種堅持 他們覺得婚姻很好 對異性戀來說 他們有時候甚至會認為 異性戀不但你有結婚的權利 而且你有結婚的義務 如果不結婚的話 可能對不起社會 國家 祖先或上帝 OK 諸此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這樣子談 而且你同意說 結婚的基本資格是一男一女 你最好要準備一個好答案說 為什麼這個是基本資格 對吧 而且你的答案最好不要從宗教來 我說這個並不是 並不是說 這是因為所有宗教都是錯的 雖然我認為所有宗教都是假的 但是不是從這邊來 他是從說 因為我們不可能否認 在台灣這個社會有很多合法的宗教 然後他們彼此教育是有所衝突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把任何一個教育 拿來支持法律 你都同時是在表示 對於其他宗教的不平等對待 所以唯一平等的方式就是 我在考慮這個法律背後的地方 基礎是什麼的時候 這邊我從哲學角度來亂講一下 待會兒我們有法律專家 可以來補充一些真正專業的意見 我認為法律的背後理由不能來自宗教 因為你如果來自特定宗教的話 你可以找到跟他相反的其他宗教教義 沒有人會滿意 所以如果婚姻基本要求是一男一女 這個條件的理由不能來自於宗教 還可以來自於哪裡 另外一個常見的理由是繁衍下一代 對吧 但是繁衍下一代 這背後其實有兩個重要前提是可以考慮的 一個是 對啦 現在男生跟男生不能繁衍下一代 但是原則上這是科技的限制 對吧 不是人類本質的限制 你花一點想像力 可以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是第一個要注意的 如果你認為繁衍下一代是必要條件的話 再加上來科技共進步 你可能要改變你對同性婚姻的看法 第二個要注意的點是說 如果繁衍下一代是重要的事情 它八成是因為 社會的永續延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就是你幹嘛繁衍下一代 是因為我希望 下一代依然有人信出嗎 是因為你希望這社會可以一直在 然後一直是保持一個繁榮 然後文化蓬勃 科技蓬勃的狀態 問題在於說你要保持這個狀態 其實你需要的不是 不只是生育 是生育加上教育 對不對 你小朋友生下來 他不會自動變成很棒的下一代 對吧 所以原則上你需要有人養 而且是不錯的人養 另外一個事實是 台灣現在蠻多小朋友沒人養 對吧 在每個社會這都是事實 所以如果你care我們要有下一代 是因為你care這個社會要蓬勃發展 永續存在 你必須care那些小孩要有人養 在這個時候你會想要的是 如果有人有能力結婚 然後一般來說呢 伴侶做到的事情他們都做得到 你最好希望法律可以讓他們結婚 因為這可以協助你維持你的前面的目標嘛 對不對 我前面是簡單 就我想到的論點做一下整理 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從婚姻的定義來想這個問題 雖然有點抽象有點模糊 但是它並不是沒有線索可以找 那一旦你找一個線索 然後你去追問說 為什麼這個價值是重要的 你蠻難 你蠻難不同意同性婚姻會是一個選項 這個是我想說服大家的啦 當然大家如果覺得哪裡 聽起來怪怪的不太能接受 待會也歡迎再問我 OK 有關婚姻的定義 我想大家可能也可以期待 5月24號大法官會怎麼講啦 因為沒有這個的確是事件當時 就是在吵的事情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前提 我只能簡單講 就是說當然有鑑定人會覺得說 因為德國的 德國的基本法 目前還是把他們認為 而且學說 他們的通說還是認為說 威英的定義是限於 一難英語這樣子 那當然其他的這個 已經通過婚姻品權的國家 就不會這麼認為嗎 不然就不會通過 所以這的確就是 看看道法官會不會處理啦 我只能這麼講 就是說 在過往的道法官解釋裡面 雖然都有去對婚姻去做形容 但是並沒有從 同志能不能夠結婚 的這個角度 來去定義婚姻這樣子 所以5月24號就看看 當然出來看看 它是不是一個很法律的解釋 還是一個 就是人哲學的解釋還是怎麼樣 到時候大家再看看 對 那 我可以補問一下 因為你剛剛提到德國的例子 那我只是想問一個 我聽過的一個說法成不成立 就我聽過有一個說法 是德國之所以這樣 是因為他們修憲 它那個是寫在基本法裡 所以修憲事情太大 所以他們傾向於避開修憲 是這樣嗎 還是說德國不修有別的理由 他們基本法 你就直接講吧 如果你要看 好 等一下 我剛剛這麼講 其實是因為 其實是因為大法官 事件那個時候有鑑定人 有專門研究德國法的鑑定人 他不只是提到德國的基本法 其實還提到德國的學說 學說界 在他們的比較多數的通說上面 可能還是認為是一男一女是 是婚姻的定義 定義 所以這當然 如果你從定義著手 那就排除掉了 同志結婚的可能嗎 因為從定義就把同志刷掉了嘛 但是問題是 可以從定義來去把一群 就是不能結婚的人 就把他們的權力 直接永久性的這樣子抹滅掉 去禁止他 就這樣子做嗎 我們當然就是覺得說是不行啦 所以 昨天還是前天 好像有一個新聞是在講巴西 巴西的 蔡英院還是中醫院 我搞不清楚他們的法律架構這樣子 他們的 有關於婚姻的規定也是 也是一男一女 他們打算把 把他修改成 兩個人之類的 兩個人喔 已經不再去特別講說是一男一女 只是修改成兩個人 然後 願意就是 永久居住 永久共同生活 永久扶持 這樣之類的這樣子的 不會再限制在一男一女 所以 所以當然 從 法律的層面來看的話 我們是希望能夠突破這個過往 婚姻子 能夠是一男一女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 來 德國的部分 好大聲 德國的部分 我聽到的說法是這樣子 因為我真的也不是讀這個專門研究 我也不會讀德文 但是應該是說 大家常常聽到那個德國有一個制度性保障 比較像是那個佳余說的那個制度性保障 那那個制度性保障之所以存在 其實如果大家有一點了解的話 其實是因為希特勒 那個時候 因為德國後來在 就是 後來的這個 因為希特勒事件之後 就發現 他們的國家 德國的國家體制裡面 必須要有一種東西叫做制度性保障 你不可以透過立法的方式去修改它 因為那個是國家的核心 就是必須保障的核心 民主憲政的核心 那是因為曾經有過希特勒的這個經驗 所以其實有人在說這個核心 有人在說這個核心就是婚姻 而那個婚姻就是一男一女 是一個立法不可以隨意去耿洞的定義 可是事實上也有人認為這個說法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照理來說不應該是限制人民的基本人權 應該要是有 應該是 這是一個變動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 他該 這個制度性的核心 並不是限制說一男一女才可以結婚 而是結婚的權利是不可以被剝奪的 對 應該要是局限在這個地方而已 所以這個也是其實那一天大法官視線上面 其實不斷的在爭論的 到底那個核心有沒有包括一男一女 還是只是兩個人 到底要保障的核心是什麼 這個是爭論的焦點這樣子 那你要補充嗎 來補充一下好了 剛剛討論到定義 這邊其實有一個有趣的東西可以講 就是 如果你反對同性婚姻是因為你認為婚姻的定義是一男一女的話 你其實可以想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我們改變法律 會不會因此改變定義 如果改變 改變民法沒辦法改變婚姻的定義的話 那修法你其實沒什麼好怕的 對不對 大家可以懂我意思嗎 有些人反對同性婚姻是因為 說婚姻耶 by definition是一男一女 那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你其實修法你沒什麼好怕的 對不對 你會怕修法是因為你可以同意說 如果我們修法不再限制性別了 這會導致婚姻的定義被改變 但是如果這是我們討論的起點的話 我們討論的其實不是婚姻的定義是什麼 而是婚姻的定義應該要是什麼 這兩個有差別 因為如果你誤以為我們討論的是婚姻的定義是什麼的話 那你會比較難招架那些從歷史去談婚姻的定義是一男一女的論點 但是如果我們意識到討論的是婚姻的定義應該是什麼 那你舉證可能性就會因此變大了 我知道我現在講這個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就你們哲學系才會 所以增結這裡有的美了 但是我跟你講 魔鬼插在細節裡面 你真的在辯論實戰的時候 有些人他可能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 但是如果他辯論的時候佔據上風 有可能是因為他無意識的佔了你便宜 在利用這些概念的差異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正好接著下一個問題 也是就看個問題 就是我想反對的意見之一 當然有一個是說改變婚姻的定義 你修了法律改變婚姻的定義 但我想另一個說法是你這個法律改變之後 它會改變現實 然後就會事實上是改變現實的條件 所以同性戀會變多 那就是文化會風行 然後後面又有很多接續下來的 你們對於這樣子的意見 你們會不會常聽到這樣的意見 然後有回應過嗎 我覺得同性戀變多很好啊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不覺得好 這是為什麼他們反對同性婚姻 那根據各國的數據 同性婚姻合法化 原則上是會讓同性戀在 這樣講很不準 在登錄上面的比例會變多 對不對 但是你很容易想到為什麼 就算同性婚姻不會真的讓同性戀變多 同性婚姻也會讓同性戀更願意出櫃 換句話說本來就那麼多 之前沒有那麼多是因為都是黑樹 那你想到這個你可以進一步想的是說 這其實代表同性婚姻它真的有消滅歧視的效果 對吧 為什麼之前不願意出櫃 但是現在出櫃了 因為你覺得現在出櫃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覺得國外來的那些數據 在某種意義上我是把它解讀成是 同性婚姻有消滅歧視的效果 但是我知道 就假設你的對手 他是那種 不理解同性戀受到歧視的處境的人 好不好 然後他就是很擔心說 同性戀怪怪的 然後這種人越來越多 社會要怎麼辦 我覺得在這裡你可以繼續追問的是 所以同性戀變多之後 帶給社會真的實質上的壞處會長什麼樣子 但是真正最可怕的壞處 最近我聽到是比天穿梁的對不對 就是社會會毀滅啦 但是我懷疑就算你不同意同性婚姻 你會不會真的相信這種說法 所以追問他 追問他看看他能不能說出任何真的實質的壞處 然後如果對方接受你的追問 他試圖給你一些說法 這個時候呢 我估計很容易可以進入那些 你用實質數據可以解決的討論 比方說對方可能這樣講 同性戀 同性戀就是你男男結婚 然後就領養小孩 然後對小孩做一些怪事情嘛 對不對 有很多人這樣講 那是不是真的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是可以參考國外數據去推估的 對不對 我知道你現在可能 如果你碰到這種說法 你大概會很急於覺得說 你這個就是對同志有歧視跟污名 你才會這樣講 對不對 但是你身為說服者你要想的是 對於這種人 你要拿事實讓他改變想法 你要拿數據讓他改變想法比較容易 還是你要花六個小時 增加他的性別意識比較容易 但後面那是可以解決比較長遠的問題 對不對 這可能是你自己要判斷的 但是我想說的是 藉由正確的追問 我們其實蠻有機會把討論的主題 引導到可以用真實數據來決勝負的那種階段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這一題我曾經卡住 所以我想要追問佳安怎麼想這樣子 對 就是啊 我常常 尤其是跟一些家長 在演講的時候 在跟家長對話的時候啊 他們會逼問我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說同志到底是天生還是後天 對我來說很難 我就會說沒有辦法 這個是沒有辦法確定的 這個大家應該都了解 就真的有一些人 是因為社會變友善了 而他有這個可能性 然後他就做了這樣的選擇 所以同志之所以 應該說同性婚恩合法之後 同志看起來會變多 不只是那一些人出櫃了 還有包括我認為有一些人 他原本認為同志這條路 是絕對不可以選的的人 他發現這條路可以選了 所以他就往這裡去 他可以這麼 就是他可以選擇了 這種不是叫深櫃嗎 深櫃 對 還有 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真的覺得他是雙淨戀嗎 他兩邊都可以 所以他在人生的際遇當中 他原本可能愛上了 例如說女生 他愛上了一個女生 但他認為真的不可以 所以他就沒有往下走 而他 就努力在當自己愛上男生 他也真的可能結婚生小孩了 這也不一定是深櫃 也許對他來說 兩種愛都很重要這樣 好 我的意思是說 那確實當同性合法結婚之後 這種人會變多 因為當他發現這條路可以選 而當他真的就在他 某一個時刻他愛上了女生 然後他決定跟女生在一起 然後很順利的 所以他們就同性戀了這樣 這樣了解 有點真實不正確 但就這個意思 好 那我的疑問就是說 其實對於某些 非常反對同志的家長而言 他認為絕對不可以交同志教育的原因 就是這個 他認為會增加可能性 會增加他的孩子 變成 變成 或是選擇 同性的生活的可能性 這樣了解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是不可接受的 因為他們認為 如果這個社會還有一個壓抑 就是說 同性戀是不好 不要選的話 那麼他的孩子就還有一個機會 去放棄這條路 因為比較困難 我們都知道社會學有一個 那個 就是選擇最簡單的路徑的這種可能性 所以蠻多人會覺得 那他就選擇一個人生最簡單的路徑 就不要了這一段同性戀慶 而這對家長來說非常重要 家長當他非常聰明地意識到了 他的小孩子 有可能是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希望 絕對不要通過同性婚姻 對 而這是我在跟家長溝通的時候 最後就會死結死在這裡 因為就是 我們就會溝不了通 這樣 因為這真的就是我們對於 同性戀好不好 恐怕會是一個最癥結的部分這樣 我覺得 可以跟這些家長說 你們都只看到表面 我們講得很像很容易 就是社會主力變少了 社會主力變小 然後更多人會選擇變成同性戀 那些人 在選擇變成同性戀之前 他可能是探索中還在想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 對我來說 這些人 並不是在社會主力變小之後 選擇變成同性戀 他本來就有同性戀的潛力 那本來就是他的選項 選項之一了 換句話說 就算他沒選 你在冷冰冰的科學技術上面 你可以說他是幾趴幾趴的同性戀 為了方便我們可以這樣講 各位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對你們家來說 最糟的 大概不是社會主力變小 然後你兒子就出櫃了 最糟的是社會主力一直都很大 然後你兒子一輩子掙扎跟痛苦 我覺得要讓那些家長意識到說 他看不到的地方 他會擔心 如果有一天他發現他兒子的同性戀 會怎樣 他更應該在擔心的是那些 他一輩子不會發現的事情 那個才可怕的 所以碰到那種家長 家長跟你說 同志也不是不好 但是我小孩我畢竟不希望他變成同志 所以如果台灣同性戀 就是沒有教那些有的沒的 不要讓他知道我這個選項嘛 這個時候可以跟家長講什麼 你可以跟他講幾個 不敢出櫃最後自殺的故事 這個是我的建議 同性戀會變多 這個理由 就我所知好像是 邱泰山部長也沒有這樣講 那當然可能對我們來講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上不了台面的理由 可是實際上就會常常碰到 這樣子 實際上就會常常碰到 那 我覺得 我們就假設同性戀會變多 是一個 因為我認為這一段 這一段文字的敘述 聽起來是一個 是一個 怎麼講 是一個 結果 是一個結果 可是對於這些家長來說 我認為這個問題 背後的問題 其實是 同性戀變多 會 帶給 他們覺得 同性戀變多 會帶給他們什麼樣的影響 會讓他們的 也許是價值體系 也許是道德體系 或者他們認知的哪些事情 是會被衝擊到的 我覺得 如果 就像我剛剛舉例的 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 你還算熟 還算有一些交情的人的話 我是會建議可以 慢慢的去 往更深的地方去挖 因為 單純的講 同性戀會變多 我覺得是不夠的 必須 再往挖 裡面挖得更深一點 變多之後 為什麼會對你造成威脅 人會受到威脅才會 閃 才會躲 才會覺得不要 才會拒絕 對啊 同性戀變多 到底對你是什麼樣的 一個威脅性 你可不可以 就是 具體的 去把它形容出來 那他可能會講說 我不希望 像智姐剛剛講的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子 之後變成同性戀 我依然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 就是也是我剛剛講的 一個 一個骨 可是問題是 你 能不能請他 但是他認為 他不想要讓小孩子 變成同性戀 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你發現 這個人講不出來 他只是一直跳針 說反正我就是 不想要我的小孩 變同性戀 你可以 開始幫他找理由 如果沒有這個時間 如果沒有這個時間 開始幫他找理由 一個一個去測試他 去幫他釐清 他到底在擔心 害怕什麼東西 那等到真的 如果可以釐清的話 我們才能夠找到解決的 才有可能找到解決的方法 不然只是一直停留在說 我就是不希望 我的小孩變成同性戀 的這個層次的話 可能解決不了什麼樣的問題 當然這個 我想得花很多的時間 而且這個人 必須要有意願 可以這樣子一直跟你 來來往往 然後找到一個結果 這樣子 可是這個過程中 也許你也可以就是 就是慢慢的充實自己的 理論跟想法 也許會對於就是 因為今天的主題 是跟我們溝通 所以在溝通的過程之中 可能會有一些幫助跟學習 這樣 那我就接著問 下一個問題 因為原本安排要問的問題 是有關於說 其實剛剛都講到了 就是說會不會變多對不對 那就算變多變少 那是個人的自由 但是他沒有公共利益 但是呢 我接著律師剛剛講的 其實我看到過最有趣的一個說法 其實就 你說他反對理由到底是什麼 我看到的一個說法是說 其實也在公聽會 一個表演的場合上 然後呢 是一個牧師 不願意 是個牧師 但就是 那那個牧師 他說的是說 你們願意你們的家產 以後分給這樣的人嗎 那這個其實不是公共利益 但我是講說 其實很多時候可能是 是私人利益 對不對 那但是 你安排的題目是公共利益 或者你們就一起談一下 就是說 他牽涉到的 到底 你遇到過的 真正大家在乎的是什麼 那當然也包含了 那在公共討論的時候 那我們還是會公共利益提出來 那在這個議題上 公共利益到底在哪裡 我就是找不到公共利益 不然 不然我 剛剛佳安說有啊 剛剛佳安說 我是說法律上 我一直找不到啦 講完可能 可能老闆幫我補充一下 這樣 對啊 我講完了 沒有啦 我們那個時候 大家如果看過視線的話 我們一直有假設一些 對方可能會講出來的東西 像什麼聲譽 或者是 一男一女可以符合什麼樣的道德 什麼的 或者是 他是某種宗教體制底下 要求的一個狀態這樣 那 可是 其實我想 就是 找不到一個 真正講得通的啦 真正講得通的啦 因為 這個通 並不是只是說 你找出那個公共利益就好了 就算你找得出來 你也要去跟他 就是 他到底足不足夠 限制同志結婚 到底足不足夠 因為這個東西是需要衡量的 是需要衡量的 那如果衡量還是覺得 這個東西 因為限制同志結婚 就是限制一個很基本的權利嘛 剛剛講到就是說 婚姻是一個很正宗的大事 是自我定義的表現 是一個里程碑 是一個向對外 表達你的身份、地位 這個人就是我 將來願意死守一生的人 如果沒有離婚的話 對啊 所以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說 我們找不到什麼公共利益 去能夠 把它限制住 是透過限制同志結婚 來去達成這樣子的需求 對 這是法律上的講法 維持現有一男一女的婚姻 會有什麼公共利益 我目前聽到 我覺得 最有機會成立的說法 是 來自保守主義的論證 想法大致上是這樣子 社會很複雜 改法律不只是改法律 你會改到社會觀感 跟很多社會上面 對於其他族群的分類跟理解 我可以繼續花15分鐘講 但是 結論就是說 改那個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是很難以預期的 所以 除非我們找到 夠好的理由支持更動 否則就不更動 這是保守主義者基本的精神 沿著這個基本精神 加上一些偶然的事實性的條件 你可能可以成功建立一個 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證 我支持同性婚姻 所以我當然是不覺得這種論證會成功 但是 這個重點 各位 重點並不是說 我們有沒有機會 會藉由保守主義證明同性婚姻不該合法化 重點在於 重點在於 我們有沒有辦法 重點在於 保守主義有沒有辦法幫助我們理解 那些反對者在想什麼 對不對 就是 如果你願意花個10分鐘做這種事情的話 你可以搜尋一篇文章 是 我在做的那個 臥草落哲學專欄 有一個作者寫的 我猜你大概用 保守主義同性婚姻可以找到 我們那個情況是說 有個作者 他雖然支持同性婚姻 但他想說 有沒有辦法 保守主義可以協助這個社會 互相了解 所以他從保守主義出發寫了一篇 可能可以用來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證 然後呢 另外一個作者寫一篇文章 反駁他 是一個內戰 所以你用同性婚姻 保守主義去社會 大概會找到一兩篇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講到那個 我剛剛是講公共利益對不對 講到公共利益 我想補充一個 不直接有關 反對同性婚姻的人呢 我發現 他們舉出來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證 常常是混淆了公共利益跟私人的利益 其實剛剛講怎麼分家產就是同一個 對不對 你講的好像說 我兒子交男朋友他們結婚了 然後他們要來跟我要家產 我竟然不能拒絕 各位你可以拒絕你知道嗎 你嫌你兒子長得醜 你都可以拒絕了 ok 就是說這種論證有點像是說 把在家庭層次可以解決的問題 提高到要用婚姻法來解決 這個很不好 因為你覺得那個是問題 其他家庭不覺得是問題對不對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可能有人很擔心他小孩長大 竟然去念哲學系 他建議修法說 你考大學不可以選哲學系 各位沒這種事對不對 如果你不希望你小朋友念哲學系 你自己跟他喬啦 如果你覺得族譜 族譜不能照你 你兒子的男朋友想的那樣寫 你就跟他吵嘛對不對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你去看一下反同的論點 其實很多是這種 自己家裡可以解決的事情 但是他把它講得很像 我們必須 必須守住婚姻法 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不是 大概想法是這樣子 像我一直想到說 所以你意思說 有些時候我就說 那你請說 但是其實這個 不一定是 對其實很有趣啊 大家如果有follow這議題的話 就會知道 其實2014年 法務部提出反對 會被同婚的理由之一 其實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會侵害既有的繼承人 就是像我現有繼承人的繼承權 意思是說 如果我可以跟同性結婚的話 那我現在的既有的 法定繼承人的繼承權 就會被侵害 對 所以這個聽起來 你知道我意思 就是我們聽起來 本來白號文覺得非常俗氣 跟不能理解的 結果竟然他用一個 非常漂亮的法律文資 就是我們親愛的法務部 用一個非常高深的 好像看起來很有學問的事情告訴我 就是當作反對同婚的理由 這樣有聽懂嗎 他們反對同婚的理由是什麼 用白號文說 不是 就是如果我可以跟 好 如果我可以跟我的現在女朋友結婚的話 那麼 我的現在的繼承人是誰 是我的爸媽嘛 會侵害我爸媽的繼承權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不能把錢留給我爸媽 我就要留給我以後的太太 這個是對法務部來說 是不可接受的 這樣 所以 這是反對的理由 所以我覺得非常有趣 對 嗯 我覺得這個依然是家裡 對 好 我們用這個小聲的 我依然覺得這是家裡的事情 因為 就是說 智傑的例子是說 我跟我女朋友結婚 如果我掛了 對不對 如果我掛了 我的錢是送到我女朋友那邊 不會給我爸媽 我覺得這個 然後 然後我爸媽可能不太開心 假設 我覺得這個就好像是 我是生理男性 對不對 我爸媽 假設他們超討厭我女朋友 然後我跟他結婚了 我死了 財產給他 我爸媽照樣不高興啦 所以這個問題我是把它理解成是 萬一你討厭 萬一你討厭你小孩的另一半 然後萬一你小孩死了你要怎麼辦 就是 那還是家庭裡面的事情 好不好 就是八點檔劇情的事情 對我來說 那因為 我必須要加快一點速度 所以呢 我把接下來兩個題目 當作一個題目 其實就是 現在在正反兩方 其實都有一個牽涉到歧視的問題 也就是呢 有一邊 提出要立專法 那 立專法本身會被另一邊覺得是歧視 OK 那另外 也有一個 反對的意見 因為剛剛有提到 可能很多會被認為是 就是 品質比較差 那甚至可能 嚴重一點 可能你有接近仇恨言論 或者就是仇恨言論 那可能有言論是否要限制的問題 可是呢 就又會有人說 那你這樣是限制 也就是歧視我們 然後限制我們言論自由 所以在這兩個 跟歧視有關的問題上 可不可以請你們 發表一下你們的看法 好 好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歧視言論 好了 好 如果你有讀我討論歧視言論的一些文章 你大概已經知道我對歧視言論的看法 對我來說 一句話是歧視言論 成立條件有幾個 第一個是 這句話呢 它會強化一些特定的刻板印象 第二個是 在這個社會當中 有一些弱勢族群 他們之所以弱勢 恰好原因之一 就是那些刻板印象 舉個例子 如果現在有兩句話 一句話是 胖子都很好吃喊作 第二句話 胖子都很心很手辣 請問你覺得哪一句比較像歧視 第一句比較像 對不對 我在這裡我可以問你為什麼 然後我們耗掉20分鐘 但是我直接節省你時間 為什麼你會那樣想 因為對這個社會來說 胖子跟浩斯安座有一些背景上的連結 這個連結是 胖子跟心狠首大之間沒有的 在社會學上面 這種連結我們叫做刻板印象 換句話說 為什麼胖子和浩斯安座 你會覺得他比較不OK 他是其實 可能是因為 喂喂喂 這邊講話嗎 OK 可能是因為你意識到 在這個社會 胖 肥胖的人 因為跟浩斯安座 有綁在一起的刻板印象 所以在社會上面 過得比較不好 你想像一下 如果人資 人資覺得胖子比較浩斯安座 那胖子可能比較不容易 應徵到工作 OK 類似這樣子的 所以在這個分析底下 基本的想法是說 歧視言論是那種 會藉由家常刻板印象 來讓弱勢的團體 更不容易翻身的那種言論 我知道這個說法可能 在某種意義上 跟其他人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樣 比方說 有些人呢 他可能 直覺上會認為 歧視言論應該是 就是那種 你講了之後呢 然後某些特定族群的人 聽得心理受傷 感覺是歧視言論的一個特色 對不對 這個其實跟那個 胖子浩斯安座 其實是重疊的 對 你講了之後 你朋友提醒比較寬大 他可能不太高興 心理受傷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讓特定族群心理受傷 這個不會是好的判準 因為很多話都會有這個效果 舉一個例子 台灣是獨立國家 這樣講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在前面一直跟大家強調說 我們在討論政策的時候 你最好追問對方說 你擔心那個政策造成什麼實質傷害 當我在討論歧視言論的時候 我追問自己的就是這個問題 如果我覺得歧視言論不OK 它造成的實質傷害是什麼 根據我剛剛那個分析 我找到的實質傷害是 讓弱勢團體更不容易翻身 在社會上弱勢地位更加鞏固 所以目前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對歧視言論 天靜 我想說專法就是歧視 這樣子的一個 一句話 對我來講是一個 是一個觀察得來的一個做出一個結論 就現階段的觀察做出來的結論 而不見得是去歧視那些支持專法的人 當然有一些支持專法的 不管是政治人士或者是你身邊的人 他可能會覺得說 當你跟他講專法就是歧視的時候 他心裡就受傷了 他心裡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說我歧視別人這樣子 因為也許他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現 其實都能夠大致上能夠認為 他是一個還滿平等不愛的人這樣子 但是你說他專法就是歧視的時候 他就覺得好像自己被針對 然後就受傷了 那可是也許我會從就是 我會去嘗試跟他講說 我不是在歧視 說你歧視 或者是說你不好 而是 只是就我們目前能夠看到的 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這樣子的 能夠稱之為所謂的專法的東西 其實他大概都逃不了平等的檢驗 而且檢驗最後的結果 大多數的狀況都會是不平等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這樣子的 也許你可以稱之為口號 或是稱之為一個比較容易讓人記憶的一種講法 就叫做專法就是歧視 那個背後其實是牽涉到就是說 我告訴你一些現實的狀況 而得到我目前這樣子的結論 但是我絕對歡迎 如果你有辦法 能夠弄出一個專法是不歧視的 你告訴我可以怎麼做 在你的想像裡面 因為你面對的不見得是一個法律人 他不會告訴你法條長什麼樣子 他可能是一般人這樣 那也許可以從這個方向去跟他討論說 那你認為怎麼樣定專法可以不歧視 那他可能會跟你講說 反正你就是不要用結婚的名字 但是其他的所有的權利義務 我們都照樣給你 都照樣給你 可是這樣子又可以繼續去問他說 那到底為什麼我不能用婚姻這兩個字 因為既然裡面的長的東西都一樣了 為什麼我不能用 那他還是一樣 當然你會預期他可能講不出一個什麼很好的理由 這樣子 可是還是一樣去幫他做歸納 你到底認為為什麼我不能用婚姻 是因為基於你的宗教信仰 還是認為你自出生到現在就覺得應該是一男一女 諸如此類的 然後再繼續去追問下去 所以我會覺得 就專法就是歧視的這個slogan 我覺得它是一個slogan 那只是去稍微形容一下 目前我們看到的狀況 而不是真的在貶低那些支持專法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是一直盡可能的 之前好像有辦過一個講座就是 我們也邀請支持專法的人來告訴我們 為什麼你會覺得支持專法比較好這樣子 因為這是開放討論的東西我認為 對 那歧視言論 其實去年時代力量有弄一個就是反歧視法的 是時代力量嗎 還是去年你們在 那場我有去啦 但是可惜的是後來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結果這樣子 那場 那場有蠻多就是新住民 新住民 然後也有一些 新住民應該是最多啦 那也有一些性別團體有去 但是發言就沒有很多這樣子 因為看起來整場就是比較著重於就是我們跟 跟可能東南亞的關係這樣子 那 那 那 很可惜就是我們也許 不知道能不能以後立一個反歧視法 但是其實 我們在很多的法律裡面都有 已經有很多關於就是禁止性別歧視的一些法律規定 對 大概是這樣子 OK 好 好 OK 好 要談歧視齁 我自己是習慣做一個區分 是歧視差別待遇跟歧視言論 兩個不一樣 差別待遇是明目張膽的規定 你可以做什麼 你不能做什麼 對 剛剛說那個黑人廁所白人廁所 那個叫 那個叫差別待遇 那 歧視言論 本身可能沒有 不見得直接有差別待遇的效果 對 我今天只是喊女生娘炮而已 OK 我這句話不會瞬間讓你的某個權力消失 但是你會覺得怪怪 你這樣講實在是有夠政治不正確 這種叫歧視言論 那對我來說呢 專法地位有一點點特殊 因為現在 大家在參考的專法 其中一種版本是說 法律保障跟婚姻完全一樣 只是明目不同 對不對 那 你可以問說 OK 法律保障一樣 那不就沒有差別待遇了嗎 對不對 但是這裡你會考慮到說 法律對社會文化是有影響的 即使你可以繼承幹嘛的 但是只要它的那個名字不是婚姻 那個法律就代表你在社會上 你跟你另一半的關係 不被社會承認為叫做婚姻這個東西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 如果你討論 考慮到法律的對文化的效力 你可以把它視為是一種差別待遇 那另外一方面而言 我認為 這種專法本身大概會是歧視言論 因為同性戀在台灣之所以會是弱勢群體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持有他們關於性別上面 有些負面的刻板印象 對不對 這些刻板印象讓他們被認為是不自然的 而且被認為是沒資格享有婚姻的 如果政府藉由立法 你坐實了同性戀 沒資格享有婚姻這個名義的這件事情 你是在加深這個刻板印象 所以就我對歧視的看法 我會這樣子看專法 但是我大概不會支持 針對歧視言論的反歧視法 因為我認為如果真正糟糕的是那些刻板印象 記得嗎我們前面分析了 歧視言論糟是因為他加深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糟是因為他弱勢族群實質的過得更差 換句話說你要處理的是刻板印象 在這個時候 我不覺得去罰那些講歧視言論的人 會有特別好的效果 消敗歧視言論你要消敗的是刻板印象 要消敗刻板印象 你會需要大概是 大概會是教育 我想 這在我們社會大概蠻無能為力的 因為 因為我們一向 你用教育欺負的對象都是微成年人 對吧 我滿20歲了 政府不可能再叫我去 強迫我去接受任何的教育 對不對 除非我性騷擾我或學生 對 或交通違規之類的 但是你看 就是 你真的期待那些交通違規的人 他們在交通的強迫講集上面 學到什麼東西嗎 對不對 比起性別 交通已經是很簡單的範疇了 對吧 所以你大概不能期待我們 藉由政府公權力執行的 強制性的教育 帶來什麼特別好的結果 所以對於歧視言論 我目前的看法是 如果你覺得別人講的不對 你應該 直接跟他說 讓你的言論 在進入那個討論 討論桌之後 讓你的言論 改變他的言論造成的結果 你想想看 如果李天柱那天在 金鐘獎 金馬獎 金鐘獎 在那個後台受訪的時候 如果他現場被打臉 而且那個打臉的內容 每個記者都有寫在報導裡面 你是不是就比較不會擔心 李天柱說 同性戀會讓社會滅亡 這個會加深人們的刻板印象 這可能不是完全有用 但是一定程度上你會覺得 OK沒之前那麼慘 這是言論介入的力道 而且是我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不見得需要藉由強制性的法律 好 那最後我想請三位 就都回顧一下這幾年這樣子的經驗下來 大家覺得對於台灣的民主社會的環境 的影響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很多都是在講言論 跟溝通的內容 或者方法 可是事實上 事件的發展還牽涉到一個 好比說在先前的場次 自己也有說其實談到政治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是溝通是比較辛苦的 那或者其實儘管在言論上 或者溝通的方式上我們今天可以談這些 但我忘了剛剛是律師還是怎樣講 其實他們就是如果是反對的一方 他其實可以用很大的很多的信件 很多的電話 他可以造成很大的壓力 這樣 所以他不是只有言論溝通的部分 他有實質社會效果的部分 社會能量動員的部分 那法案其實現在拖到現在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想大家簡單回顧一下 他覺得這樣下來對台灣的民主的環境的影響 你們總體來看怎麼看 好在哪 我自己對這幾年參與跟我討論 我的觀察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下一代滿有希望的 就是說我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多 比我年輕十歲上下的人發言 然後他們的發言讓我感覺是 我二十歲的時候我是講不出這種話的 我非常明確的感受到 我們下一代真的比我們這一代好 所以我覺得我大概可以合理推測 等我老的時候你們大概會給我一個還不錯的社會 但是我觀察到另外一邊是 老一輩的優勢 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可能跟意識形態有關 但是有可能跟世代有關 某某的動員非常團結 對不對 大家在學校你會感受到 那我不知道這跟年齡有關呢 就是可能他們那個年代的人 他們習慣這種政治動員方式 或者說他們大部分是保守派或社群主義者 他們某某可能不會跟你說我是社群主義者 但是他意識形態上面可能有那種傾向 所以他們會比較配合跟意識形態相同的人一起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是自由主義者 你可能不太習慣做這種事 對不對 我們自由主義者就是上網打打嘴砲嘛 對不對 然後轉貼一下然後按個怒這樣子 很像有餐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我們這個是我們這個世代跟我下一個世代 我相信我們是有優勢的 在討論在理性跟知識上面 但是在政治手段上面 可能要想一下怎麼樣才能把你 理想中的社會變成真的 這不是你想像我這樣想哲學問題就可以自動跑出來 對你要做些事情 不是發動態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好 謝謝 讓智傑總結好看他寫著 我的看法也跟老闆一樣 我覺得目前看到 其實也拜網路科技所賜 這些溝通上的平台 最近是越來越多 而且整個言論的內容的質量 我覺得都有提升 都有提升 那也是一樣我大學的時候 可能高中的時候也不太可能會寫出那些東西出來 對 所以我也是滿樂觀的 我也是滿樂觀的 但是其實我剛剛講到很多就是 也許跟個人溝通的方法 跟個人溝通的方法 那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跟精力 看各位要不要去做 或者你的對象值不值得你做這些事情 因為畢竟今天談的是萌萌 然後就是跟婚姻平權有關的部分 除了像剛剛講的那種一對一 你碰到的一些網路上 Facebook上面的一些情朋好友 或是不認識的人 你願意跟他們論戰 這種一對一 或一對幾個人的方式之外 也是一樣要靠就是政治的手段 或者設法用更多其他的方法 來去一次觸及更多的人 像例如說這樣子的一個展覽 這可能等一下自己也會講 這樣子的一個展覽 那我會覺得說這幾年來 反而我的感覺是 比我們還年輕的這些族群們 去講這些事情都是比較容易的 可是你開始往上到這些當權者 到這些政治機關 就好像有一股牆在那邊 比較難以去打破它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是 除了厚植你的知識 跟談判你的技巧之外 必須要去設法找到一個更有效率 而且可以更廣泛的去 不管是講說用推銷或是行銷 或是反正把你的想法 上播出去的一個方法 那可能會更有效果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我們目前在努力的 我想我們就是 比我們更年輕的這些年輕朋友 也很有潛力可以去繼續做到這些事情 我有幾個觀察 就是這一波下來 對於性別的部分是這樣 我覺得至少這一波 從2013年一直到現在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改變 至少在社會上有比較明確的改變 我覺得同志成為一個公領域中 可以被言說的事情 是一個蠻明顯的改變 至少在過往 像例如說我們辦講座 同志的講座只有同志會來 這是第一個 然後同志的講座通常都還要 注意大家不可以曝光身分 因為都還有覺得都要保護 可是現在我覺得有個非常明確的改變 是同志議題成為了 已經從一個本來是私領域 然後是社群內的分享 或是社群內的交流 已經提升到一個公領域的層次了 所以同志相關的議題 其實來的群眾已經是各方人士 不只是同志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明確的改變 那這個改變也讓我看見一個社群內 對於自己身分的一個明確的改變 我記得在更早以前 也許是2006年的時候 那也沒多久以前 十年 同志在面對自己性身分 以及去爭取權利的時候 往往有一些姿態 還是會採取一種憐憫的姿態 就是求取憐憫 然後求取寬容 但是像這樣子的修辭 在這一波的論述裡面 是完完全全不被接受的 任何人用憐憫跟寬容的方式 在面對同志的時候 這些異性戀族群們覺得我已經 非常寬大了這樣子 然後我open minded 然後來接受大家 可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姿態 在目前的運動中 我發現完全不被同志社群 所容忍 同志不容忍別人這樣子看待 所以同志現在 我覺得至少在十年後的現在 大家會在這一波的運動裡面 這麼的 我認為是比較高昂 而且積極 甚至是匯入了更多 非多元性別的族群 也就是非異性戀的族群 應該說異性戀的族群 都進到這個運動來 是因為這個運動 某一個程度上 它已經標局了 它是一個平權的運動 它不是一個幫同志的運動 它不是一個可憐同志 或是一個弱勢運動 我自己覺得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明顯的十年的一個翻轉 然後第二個 我其實在這一波運動裡 其實剛剛我們一直談到溝通 的各種可能 可是也看到了一件事情 因為萌萌在這一波裡面 我覺得他們 真的有一種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事情 就是他們即便被指出一萬遍 他們的論據是錯的 但是你永遠都可以在別的地方 看到它重複的使用 就是它完全不理你 可是這一個上波其實是很可怕的 就是說因為他們的人跟資源跟各種 也許是組織力都比同志好 所以他們會快速的散播這一些錯誤的資訊 而且是散播恐慌的資訊 然後非常快速的就流竄出去 然後同志這一方其實是完全無力阻擋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我來說 比較麻煩跟嚴重的事情 而這也是我們反省到公投 當時在討論這個公投法修正的時候 因為開始猛猛就會說我們來公投嘛 那公投法修正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特別去看到 其他國家的公投的一些制度裡面 如果我們回到制度面的話 那麼似乎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機制 那個機制是關於資訊散播管道的機制 也就是說 不可以因為你人多錢多紮廣告 你的資訊量就可以 遠遠的超過另外一方的資訊量 因為我們說公投其實是處在一個 所謂民主公投它處在一個 大家要知道先被告知你要投什麼 然後你再決定你的未來是什麼嗎 對 可是我們怎麼樣被告知 我們現在這個議題是什麼 這個告知的方式 如果是用一種非常不對等 AB兩方非常不對等的方式 再被告知的話 那麼人民當然非常容易被 大規模的廣告所影響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那回到一些民主的程序跟討論 就會希望 也許我們的民主需要 程序會需要更細緻一些 因為如果我們說民主不是比拳頭大小 那麼要如何的在目前現在這個 就是我們也許在同志的運動裡面 就是看到的是 反同方的資源人力跟錢多 然後統治資源人力前少 的這種明確的差距 兩方明確差距的狀況之下 怎麼樣可以讓雙方的資訊量 都可以同時的 而且比較一致的 讓一般人民知道 而讓一般人民的決定 他們要相信什麼這樣子 對 這是我在一些討論裡面 我覺得也許我們該思考的是 某些民主程序的設定的關卡 跟更細緻化 包括公聽會是一個無效的溝通 我覺得大家已經看得很明白 那什麼是一個有效的溝通 民主程序裡面如何的設置 才是可以達到有效的溝通 那我知道有非常多的朋友 其實在做審議民主的機制 其實是希望透過更好的 一個更細緻的溝通機制 就是可以讓人民的意見 其實是可以納入公共的 應該說公共政策的參與過程裡頭 所以反而也是因為這個運動 讓我更 本來是從統治主體 然後讓我看見 當這個運動走向了公共議題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更關注 公共議題是如何的發生 以及如何的在這個社會中 其實是尤其在政治的條件之下 是怎麼被運作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也是一個蠻好的 我希望有更多參與統治運動 本來只是因為自己身份的關係 而進到這個運動中裡面來的人 其實也可以開始關注我們的社會議題 更多的社會議題 以及我們民主參與的機制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時間就是要請大家 把一些你們剛剛聽的想法 就可以先來提出來 好快喔 那就先你們三個 我們可能可以有兩輪到三輪 但就看大家進行的速度 就按這個順序好不好 好 你剛剛舉手 你跟你們一舉手 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我想在座的各位 其實都對於伴侶的那個 那種蒙蒙他們 就是有很多的鳥氣 我這樣說 所以呢 5月24號當視線 我們公布之後 我想問的是 視線如果成功了 那我們要做 我們或者是伴侶蒙要做怎麼樣的因應 比如說我們要大肆慶祝啊 打電話到蒙蒙那邊去嗆聲啊 或者是說我們應該要低調低調再低調 那如果說我們視線不成功的話 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是不是有 要如何表達我們的憤怒啊 伴侶蒙要怎麼應應 第二點 我覺得專法一直被污名化 其實我覺得如果說這個專法是給我們額外的保障 他們要的是面子 我們要的是理子 有何不可能 比如說他們要 你們不可以結婚 你們是病人 OK 我們是病人 請給我們殘障手冊 我們要殘障一切的福利 我們要考試加分 我們要所有的報稅減免 OK 我們要的是理子 我們要所有的權利以外 還要更多的權利 那你們要的是面子 你們要的是我們不是婚姻 OK 這樣子 你們覺得這樣子可行嗎 第三個 同婚如果通過後 伴侶蒙 或者是我們的這些單位 可能也在比如說婚友社 或者是說市政府方面做一些努力 因為我發現他們也是對我們非常的歧視 比如說像是在市政府 每次都補助說異性戀的什麼 什麼公開的聯誼活動 卻沒有包括同性戀的 那如果說伴侶蒙在這些同婚通過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在市政府的聯誼方面 或者是婚友社對我們歧視方面 多做努力呢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那這位 可以的話請說 是要問來的 好 三位講者 就是剛剛講者分享了很多 就是對於可能所謂猛猛要怎麼做一些回應 然後不過我之前有聽過一個 比較是來自佛道這種傳統民間信仰的一種說法 然後我沒有想到很好的回應方式 所以想問看看 哲學雞蛋糕的作者就是 看看有沒有什麼比較可以回應的方式 然後他的利潤大概是這樣 一看一就是靈魂是投胎轉世來的 然後第二點呢 就是那你投胎轉世到哪戶人家 人生中會有什麼樣的經驗 是上天決定的 那這裡可以我補助一下 就是說有可能就是所謂的因果夜報 或者是上天給你考驗 比如說你人生這裡 所以他有點宿命論的感覺 就是你人生這裡會遭遇到什麼事情 其實上天天給你考驗 然後你必須要去克服這個 然後從中獲得學習成長 類似這樣的概念 然後三呢他就推導出來說 因為我們常常會說 統性戀可能是所謂的 靈魂進入了錯誤性別的軀體 對不對 有點這種概念 就是說我可能內心是個女兒心 可是我投入了一個男兒身 類似這種概念 然後最嚴系第二點 他就會覺得這是上天的決定 上天他是故意要給你這樣子的考驗 那他是怎麼解釋呢 具體來講就是 他的說法就可能是說可能 因為延續第一點 靈魂是很多事的投胎轉世 可能很多事都是女生 所以你原來就是帶一點陰柔的特質 可是上天呢覺得 你可能也可以多一些陽剛方面的性質 所以就故意給你投胎到一個男兒身 讓你學習當一個男生 去培養一些男性的特質 大概這種概念 然後反過來呢就是 就是如果是一個男生 你可能投胎很多事都是男生的這樣子 然後所以這次讓你投胎到女兒身 讓你去學習一些女性一些陰柔的特質 因為像這種傳統中間 他們會他們其實是會 有點比較理想性的歌 他們會覺得是雙性具備的 有點像所謂的觀音 他是什麼男性 他是女性化身之類的這種概念 所以他們會覺得 你為什麼會有所謂的你的女兒性 可是卻出生在一個男兒身 他們會覺得是 一種是上天是希望你可以 更圓滿自己的靈魂 然後希望你在這一世可以去學習 做一個上天指天性別 所以說呢他們本身就會 所以推導出第四點就是 他們就會覺得你今天你已經是 你是雖然是女兒性 可是你投胎到男兒身 可是你卻沒有去 就是你卻還是還想當一個女生 就是一個點是 就是護理上天給你的功課 而是繼續這樣做 類似這樣做 所以他大概是一二三四的四點 所以我欣賞了一個立論 然後想看看有沒有什麼回應的方式 謝謝 謝謝 先回答這兩組問題好嗎 那第一組比較多是跟 我看智傑這邊比較有關 就是有關 好 我們試現結果之後要什麼行動 這樣 好 基本想法是這樣子 人是 輪迴轉世來的 每個輪迴轉世呢 帶著你 上輩子或者你之前沒結清的因果夜報 換句話說 你這輩子的人生 你的生命是有任務要達成 對不對 然後你的任務呢 基本上是看你上上輩子做什麼 以及神基於你過去的成績好了 他決定你這輩子要做什麼 各位我是無神論者 我不相信靈魂 我相信大多數人跟我差不多 但是對於這種說法 我覺得你可以採取的一個策略是 你算一下 你可以接受他的哪些前提 因為我們知道 你接受你對手的前提 接受越多 然後你要挑戰他 他會越容易接受 對不對 如果他講沒句話 你都不同意 但沒機會說服他啦 你必須要有些橋可以搭 那在這邊有哪些橋可以搭呢 可能選擇蠻多的 但是我想到的一個選擇是 他對於神賦予人的任務的詮釋 是不是唯一的詮釋 他詮釋很簡單 你靈魂靜錯性別的身體了 為什麼會靜錯性別的身體 一定不是因為神太笨搞錯 他一定是故意的 所以這是一個線索 神要你歷練 歷練你在這個身體 身體接受到的阻礙 你能不能克服 但是他這個詮釋是建立在 他對靈魂跟性別的看法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有另外一個詮釋是說 神其實希望我們 共同搞出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你可以找線索對不對 因為歷史上面社會是從超不平等 到越來越平等前進的 所以如果神 如果神的計畫是有機會實現的 你從歷史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他實現的方向是往哪裡 平等社會可能是一個終點 怎樣社會是平等社會 以下就是依照你對於現代議題的理解去說服他 對不對 反正重點在於說 有神我同意 有靈魂轉世我同意 但是憑什麼你對於人類任務的理解是對的 有沒有可能有其他詮釋 這是一個說法 但是你剛剛講的那個啊 讓我想到一件事情是說 我相信大家剛剛應該有意識到 有一個真結沒有解開 是我認同的性別跟我性情相似兩回事 對不對 你是男同志不代表你靈魂是女性 但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的對手跟你說 你就是女生靈魂進男生的身體 如果他這樣覺得 如果他一開始就這樣覺得 那你要說服他說 身體性別認同跟性情相似兩回事 是非常的困難 各位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有一些宗教對形上學 對這世界結構的理解 就是生根在信徒的心裡 他會影響他去理解社會上一些真正複雜的東西 所以雖然我是無神論者講這個話有點不厚道 但是你們這些有信仰的人 不要以為自己很懂這個世界 讓我插一下 那有神論者 我是有神論者在這裡簡單 也回應一下你的問題 通常遇到這種事情 首先呢 通常一個宗教裡面對於這個議題 都意見都是分裂的 好比說我也看到過道教的 這個年輕的師父出來 直接裡面講 從道教的道理 為什麼我們可以支持這個 所以第一個 有關於宗教的意見 他如果提出來 可能請他們那個宗教裡面先搞定再說 而很多時候在這一次的例子裡面 大部分的宗教都沒有處理這件事 而正在處理這件事情的就是基督教 而基督教這一次的整個分裂 就是這些世代的分裂 年輕一代跟老一代 以前完全不一樣 那第二個是呢 通常因為這已經是宗教的理由 那宗教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們有經典 那很多時候這些理由講出來都是不獨經典的結果 好比說基督教 很多的他講的話都沒有聖經的基礎 剛剛你說的那個 其實我不太確定你講的是佛教還道教 因為你也沒有明確的說 但是呢佛教跟道教的經典 實際上宗教的經典裡面還會有一個狀況就是呢 他可以就經典的內容做不同的詮釋 而甚至你可以找到矛盾的經文 那所以呢 只要回去談經典回去談經文之後呢 就可以說那你們把你們的經典搞定再說 那以後就不用再聽這個宗教講這個事情了 因為他們經典是搞不定的 至少基督教內部是這樣 那我自己身為基督徒我覺得我講這個話 應該大家可以接受 既然講成這樣 那你們要不要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結果 我們覺得有可能 如果是最好最好的結果啊 那就這個 大家就是如果有跟著我們念經的話 就會知道 對不對 因為既然要聘忙 那我們就來每天念經這樣子 那如果是有每天念經的朋友 就一定知道我們認為最好的結果是什麼對不對 最好的結果是 限刑法違憲對吧 然後立法院要限期修法 而且修法的方式 不行讓同志被刺等化的結果 好 如果我們真的真的真的得到 這叫上上籤囉 的話 那我覺得那就開香檳慶祝啊 那是很棒這樣 那你問半檸檬今天想要幹嘛 半檸檬好像有三套法案嘛 那這樣子好像也只有一套結束而已 我們終於可以好好的來討論多元成家了 好開心 好然後 對 然後第二個 如果是我們得到超級超級超級 超級 下下籤 那下下籤會是什麼 就限刑法 核限嘛 對 那限刑法核限 那這種籤的話 我覺得大家如果接受 如果你們不接受 不接受的話 要怎麼辦 不接受 我們就覺得如果得到核限的結果 我覺得應該要暴動吧好嗎 因為 怎麼可能呢 就是現在這麼多國家 其實都已經做過釋憲嘛 對 所以以現在的 我們對於民主憲政的 對於平等跟自由的概念跟理解 實在很難想像 台灣這一種法律會是核限的結果耶 所以如果是一個核限的結果 我覺得大家真的應該要暴動好不好 然後第三種 可是我覺得是最困難的一個結果 其實是中間的結果 中間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就是對現刑法違憲 但是至於立法院要怎麼修 交由立法院來自己決定 那這樣的話就非常可能就是回到 完完全全就回到我們去年的爭論 就是到底立法院要修民法還是修轉法 這件事情全部交給立法院再決定 對那這樣的話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那就再轉回立法院好嗎 我們就 對 那焦點就在立法院啦 是吧 對那接下來下一個就是 我們等於是有一點那個中間 一個視線卡在那裡 然後我們就回到了去年的12月 然後所以我們整個狀態就是要繼續防堵 立法院繼續提出轉法 對 如果我們不希望轉法成真的話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很多人覺得 如果是這種結果的話 說不定真的兩年後就是轉法 說不定兩年後會是轉法出現 那假設真的是這個結果怎麼辦 更多專法的權利 更多專法的權利 好 那這我還沒有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好 對 如果真的出現了叫做同性伴侶法的話 那我 我必須說 我在非常多場合其實有說 我真心的覺得平權運動會是悲觀的 會非常的悲觀 對 因為如果這個專法還是真的非常類似這種 權利完全相等同婚姻 然後只是名稱不同 如果是這種專法出現的話 我覺得下一步要通過婚姻平權機率是非常困難的 那就是完全要等待政治機會了 我們不知道下一個政治機會在哪裡 但是假設通過的有一種專法是幾乎你可以想像到 你想要的權利全部都沒有 是一種超級次等化 就像德國那一種 德國一開始通過的專法就是一種超級次等化 又不能合併報稅 也不能共同收養小孩 然後也不能收養對方的小孩 這些通通都沒有 那麼我相信大家不會滿意 那只要社會還覺得不滿意 我們就還有往前進的可能 對 所以我覺得太多結果了 那我覺得 接下來就是看人4號事件文怎麼寫嘛 差一個字其實差很多 那當天我們6點其實會有 因為4點出來 然後律師團看過事件文之後 6點會有一個線上的記者會直播 然後來跟大家談一談 我們對於整個事件文的一些想法這樣子 然後到時候才會比較清楚知道 我們下一步可能往哪裡走 然後專法是不是一個額外的保障 或不會是一個好的 我自己覺得啊 對 有些人真的會覺得要禮子 拿到禮子比較重要 可是我其實剛剛前面有說 我覺得現在這個運動走到的 就是一個面子的問題 這是一個尊嚴的問題 我相信在座非常多的同行的夥伴 在婚姻平權這條路上 都是不婚主義者 對 就是我根本就不喜歡結婚好嗎 我覺得婚姻真的爛透了 所以剛剛佳安說 那個朋友說要去結婚的時候 應該大家不會有什麼太多反應 沒有耶我從小只要有朋友跟我去結婚 我就會說 你確定嗎?你有想好嗎? 你有想清楚嗎? 對我來說我最怕聽到的消息 就是我朋友要去結婚這樣子 好所以我覺得 站在這條路上的人 其實要的就是一個尊嚴 一個平等的地位 而不見得是真的信賴 而喜歡的婚姻制度 對所以我覺得 運動已經走到這裡了 我相信很少人能夠接受 就是只要禮子不要念子 對所以你要問我 如果有一個叫做同性伴侶法 然後我就把同性伴侶法當成一些弱勢 就是同性伴侶當成弱勢群體 然後我給你加分拿給你其他的 例如說給你買房 更多的優惠好不好? 這樣大家會同意嗎? 好啦自己決定這樣子 好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那個婚友社跟市府 我不太真的知道明白你 你要問了什麼 可是我覺得它也不一樣啦 婚友社其實是民間單位 然後市府其實是政府單位 所以政府單位 如果花政府的預算 現在我還不用通過婚姻品權 政府單位花政府的預算 去支持異性戀的婚姻聯姻 我認為就是不妥的 就已經是不妥的 所以我們其實是不同意這樣子的政策 因為它是公務預算 這是大家人民的納稅錢 不應該拿去優惠 鼓勵異性戀 然後同性戀都享有不到 我認為這個也不會 就是說在性別主流 應該說在我們去做性別平等檢查的時候 我認為這不會符合性別平等的條件 這樣子 因為我曾經去跟市政府感應爭取過 他們沒有推移過 但你們會不會做到這樣的 所以我們其實要求 立法政府開放聯合合理嗎 對 這個 就是說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其實有另外一條線的焦點 其實是放在各個市政府的市政資源 例如說有一些市政府把市政資源拿來 放在異性戀的聯合婚禮 那我們就要求 如果是這種的話 它就要開放 它要開放給同志 對 聯誼 如果是市府 如果是用市府資源辦的 對我們 如果我們知道的話 我們就會去抗議這樣子 好 那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最後問一下 聽信律師 你這邊有沒有要補充的 對 你最後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因為如果沒有我就要先結束 大家才可以再過來問 但是 我必須留時間收場 簡單講一下 剛剛講到說 如果 事件的結果是好的話 當然就是 可能是要慶祝一下 不用低調 當然沒有要低調的 幹嘛低調 對啊 還是要慶祝一下 那可是因為 事件 得到好的結果 其實後面還是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因為民法還是得要跟上來 民法還是得要跟上來 所以那個後面 我想 無論事件的結果是好是壞 都會沒到立法院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那 如果事件的結果是壞的 那就 要 比 好的慶祝的力道 再十倍去 反擊 去反擊 去講說大法官這個怎麼會 巴巴巴巴 他把他罵一頓這樣子 嘿 當作心理受傷的那個發泄這樣 對 那個聲音是要出來的啦 因為不能說得到一個壞的結果 我們就好像吞下來一樣這樣子 這樣子不行的 那 那 等到 所有的一切 這個 關於同志 或者是非異性戀的這一些 進入婚姻 選擇婚姻的自由 都得到平等的落實之後 可能 伴侶蒙就可以 考慮 轉換成婚友社之類的 沒有啦 亂講的 我亂講的 對 好 大概這樣 掰 好 那我們今天活動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也謝謝三位來賓 那 好 大家幾個音樂 謝謝大家